第1419集 那真的得恭喜你了 恭喜你逃出魔爪 摆脱宿命 叶浩玄微微一笑 这位小姐 我们老板想请小姐过去喝一杯 不知道小姐是否给一个面子呢 一个保镖模样的人来到了梁沛山的跟前 这家伙操着一口外地的口音 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因为本地的土豪大部分都会认识梁沛山 他们也知道梁沛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不会这样的自讨没趣 你们老板是 梁沛山不解的看了这名保镖一眼 我们老板是三亲先生 保镖笑道 他很少主动邀请人的 所以请小姐务必赏脸 拜托了 这家伙说着 还对梁沛山深深地一鞠躬 本来呢 他的华夏宇还讲得不错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是彻底地出卖了他 大和人 叶浩玄站起来 他盯着这家伙道 不错 保镖一昂头 他露出了一副让人看着十分不爽的自信来 所以我们三亲先生邀请你有必要去一趟 我凭什么要去 梁沛山皱了重眉头 他已经十分的不悦了 就凭你们国家那点可悲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请不要侮辱我 那名保镖怒了 他的脸色陡然而变 组织 三亲先生要见你 你就要去见 小贼 这是华夏 叶浩玄笑了 在你祖宗的地盆上 你也敢撒野 那个 你那个叫三井那什么鬼的 牛种 你让他自己过来 我不打残他 我以后跟你姓 混蛋 你敢侮辱三井先生 这家伙愤怒地盯着叶浩玄道 我今天要教训你 我们可是外宾 怕 叶浩玄突然迅速地出击 对着这家伙的脑袋猛地拍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退了回去 他的速度很快 快地让人看不清他的身影 而且 他打完了之后又迅速地回到了当场 他就好像是一动也没有动过一样 谁打我 站出来 那保镖大怒 现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这家伙开始愤怒了 这家伙疯了吧 这是华夏呀 是啊 太嚣张的话 是会被人打的 你以为这里是你们那个小岛吗 滚回你的老家去吧 你再嚣张 我们肯定会揍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 周边围观的华夏人看着这一货 纷纷笑了起来 是的 华夏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华夏了 对于伤害过华夏的那个民族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抱着一种不原谅的态度的 这家伙在这里嚣张 他迟早会被人打死的 回去吧 不然的话 我不保证这里的人会做出什么不友好的事情来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这家伙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吧 如果提起医生 在大和国 这绝对是个禁忌 因为叶浩轩曾经在那里闹得是天翻地覆的 也就是那一次 华夏向世人展现出了他们强劲有力的一面 百位天津高手现身在那个岛上 把那个岛上的所有人的精神信仰全部的击垮 只是这货 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他不知道自己引以为傲的国家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如果他的身份稍微高一点 他是绝对不敢到华夏来撒野的 混蛋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干什么用 一个愤怒的声音传了过来 只见一个留着卫生壶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的华夏雨极其的声音 让人一听就知道 他是属于那个不友好国家的人 嘿 那名保镖一躬身 表情变得十分的严肃 这位小姐 我是三井商业 这是我的随作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这个人不懂事 对你们造成的困惑 我现在能忧心 请你共进湾残吗 三井上也做出了一副绅士的样子 我替他回答了 他没兴趣 叶浩轩抢上一步 他笑呵呵地说 你 你只是一命随从的 恕我直言 你没有权利替你的老板做决定 三井上也也不生气 他带着一副嘲讽的语气 对叶浩轩说 呵呵呵 恰恰相反 叶浩轩笑了 如果你要是了解我们华夏的话 你就会明白 老板一天的行程都是由秘书制定的 现在我的老板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谈 所以他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玩 明白了没有 我觉得 还是这位小姐亲口告诉我 我才能相信 三井上也笑了 毕竟 三井家族想邀请的人 从来没有失败过 不好意思 你今天就要失败了 梁沛山笑了 我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家族 就算是你们家族影响力再大 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里是华夏 叶浩轩 我现在不想听到这家伙在这说话 因为他影响到了我的心情 好 我保证 他很快就会从你的眼前消失 叶浩轩微微地一点头 他笑道 你听清楚了 我是三井家族的人 三井上也感觉自己像是受到了侮辱 他们家族在本地 那可是新崛起起来的新兴家族好不好 现在他们积极地扩张海外市场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如此不受到重视 这让他接受不了 只是这个家伙平时嚣张惯了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里是华夏 不是他们的老家 所以他们家族就算是影响力再大 恐怕也影响不到华夏来 谁能告诉我 三井家族是什么鬼 叶浩轩笑了 他转身向着看热闹的人问道 不知道 都没有听说过 这里是华夏 管他三井四井呢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是海外新崛起的一个家族 三井上野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的家族也并不是一点名气也没有 你看 这不是已经有人喊出声来了吗 但是这种新崛起的家族 是那个国家政治斗争下的产物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风光 但事实上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我想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消失的 接下来的话 让三井上野几乎要喷血 他愤怒地说道 胡说八道 是谁在那里胡说八道 我们三井家族是永远都不会倒的 你不想死的话 我建议你早点滚回去 真的 叶浩轩无奈地说 因为我的老板已经发话了 他不想再和你们有任何一点的瓜葛 所以 现在滚一边去 否则的话 我会把你丢到垃圾桶里面的 你干 三井上野愤怒地盯着叶浩轩 他觉得叶浩轩一定不敢 因为在他的意识里 华夏人一向是怕外国人的 可惜啊 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华夏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 而且 他并不知道 眼前的叶浩轩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狠人 于是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叶浩轩一把抓住了三井 大步地向外走去 你干什么 混蛋 放开我们老板 那名保镖愤怒地吼道 他上前叫去抓叶浩轩 但是叶浩轩一闪 然后反手把那家伙也抓在手中 他一个人毫不费力地 就这样滴溜着两个人向外走去 那些围观的人就好像是 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他们本来以为叶浩轩也只是和这些家伙呀 就死死嘴 不会真个儿地动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 叶浩轩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的家伙 他一手提着一个人大步地走到了外面 他左顾右盼 并没有看到垃圾桶 他向一名路过的服务员问道 哪里有垃圾桶 那那儿有 服务员没有弄清楚状况啊 他连忙向一边一直 只是这两个垃圾桶有点小 装不下这两个人 太小了 装不下这两头猪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今天恐怕要食言了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他抓着两个人走到了湖边 餐厅是在湖水上方见着的 叶浩轩走到湖边 两手一松 扑通扑通两声 这两个家伙就掉入了湖里 救命啊 救命 我不会游泳 救命啊 这两个人很显然 这都是汗鸭子 他们在湖水里面 不停地扑腾着 不住地呼救 但是岸上的人都知道 这两个人是什么身份 出于天生的仇恨 所以岸上的 非但没有人帮忙 反而笑得更加厉害了 好在是湖水不深啊 只是到这两个家伙的脖子上而已 他们扑腾了一阵 便急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们两个像是落水狗一样的 爬到了岸边 回去的时候 梁佩山几乎笑出了眼泪 他不知道叶浩轩办事 居然会这么简单粗暴 他发起狠来 真的是一点面子 也不给人家留 有那么好笑吗 叶浩轩苦笑道 这个女人的笑点也太低了吧 不就是把两个人丢到水里面了吗 我只是觉得 你太简单粗暴了 梁佩山忍着笑道 你怎么能这么干脆 你还真的把他们两个人 给直接丢到湖里去了 别说他们是人 他们不配 在我的眼里 他们就是两头猪罢了 叶浩轩笑呵呵地说 把两头猪给丢到水里 这不是什么大事吧 好吧好吧 我不跟你争 梁佩山忍着笑道 不过那两个家伙 也真是太嚣张了 他们的优越感十足 我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 可怜的人才会优越感十足啊 叶浩轩淡淡地说 因为表面上体现出来的优越感 会让他们不那么自卑 这就好像是有些人一样 越穷的人 越会吹嘘自己 怎么怎么挣钱 反之那些真正的有钱人 在那些人吹牛的时候 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看着 他们只会哭穷 或许你说得对 有些人就是为了遮掩 他们的那些自卑 梁佩山微微地一笑 我们今晚不回去了吗 叶浩轩看看时间 已经八点了 现在回去已经晚了 不了 我们可能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对了 我在山庄里订好了别墅 这是钥匙 你先去那儿休息吧 我今天晚上还有些事情 要和陈老详细地谈谈 那行 你去谈吧 叶浩轩接过了钥匙的 那我们出去旅游的计划 是不是又要退后了 退后几天吧 我先把这件事情 敲定了之后再说 不然的话 我怕会有什么变故 毕竟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 梁佩山倒 行 那我给你弟弟打个电话 让他把行程推迟几天 叶浩轩点头 好 你回去吧 我去找陈老再仔细地 谈谈有些事情 梁佩山向叶浩轩挥挥手 然后便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